因為我話比較少 然後可能跟他去朋友聚會 我就是在某一天 就是很難聊的人 因為我跟那個小嫂同一天生日 他就說我4月24號 我要幫小嫂姓生日 我說好啊 然後我也沒說什麼 然後到後來想到 欸 這是什麼月生日 沒想到佛系戀愛 還是有不少小插曲 彥柔中楊夢玲 首都從框聊起兩人相處 就連在朋友面前也一樣低調 我們其實還蠻保護的 就是不太會 而且我們就真的就是 跟潘江他們的路線比較不一樣 我們平常就很像朋友 就是他們就說出去玩 我們兩個 因為他就是我們的御用攝影師 就是出去玩我們 他就是會幫大家拍照什麼什麼 然後心體就會說什麼 欸 你兩個要拍一張 我們都會一口同時說 不用 就是這種路線 那你帶他給姐妹們的時候 第一次會緊張嗎 那時候有緊張嗎 應該有緊張 因為我話比較少 然後我通常很熟之後 話才比較多 然後可能跟他去朋友聚會 我就是在某一天生日 就是很難聊的人 臉這麼沒有表情嗎 對 就是可能會比較 就需要一個發言人 我就在後面一直 帶他回答 因為我們兩個都獨生之女 對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本身的個性 就很喜歡跟朋友一起 就我們的接受度都蠻高的 就是都還蠻能配合對方 演藝圈的人可能面目比較交好 身材也交好 但因為你們兩個合作的對象 其實也都非常非常的多這樣 這個我們都沒有報備 這都不用報備嗎 我們都不用報備 我覺得那個一開始建立的關係 就建立的蠻好的 就是可能 基礎打的好 對 而且我們的個性也是屬於比較 有安全感嗎 就是不太會擔心 我覺得大家一定也會很想知道 就是保先騎這件事情 基本上每天都會見面 可是我覺得那個見面 就是除非各自要忙 就像譬如說我在純明星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根本不可能見到面啊 而且其實那時候沒有人知道我們在 我有男朋友 我超級像一個沒有男朋友的人 因為你們那個時候練習時間很長嘛 然後我們也都沒有電話什麼 而且我覺得我們蠻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會希望 對方也有自己的生活 這件事情 所以當他忙他工作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彼此都很興趣 然後他去拍戲什麼的 我也是就是 他也不用先告訴我 會有吻戲啊 或什麼什麼的狀況 所以就好像一路上都蠻順利的 是嗎 對對對 因為我記得我想到一個 你幹嘛忘了 你幹嘛丟出一個 我想到一個蠻好笑 因為我跟那個小潮同一天生日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 他們在全明星的時候 他說我4月24號 我要幫小潮慶生啊 我說好啊 然後我也沒說什麼 然後到後來想到 欸對你出了月生日啊 正在比賽中是不是 就是還 就是那時候我都沒有跟大家 特別講說我男朋友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也不會想說 要講說我要去幫我男朋友慶生 我就覺得 這大家那時候就是一定是 Team就是一定是一起的嘛 的狀況 但是因為剛好我也沒有那麼喜歡慶生 所以我覺得很差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天注定寫好的劇本 就是有點黏 但是又不會太黏 果然是注定好的忍神伴侶 不過看似順利懷孕的背後 其實也曾受挫過 我原本是以為我會胡孕的問題 OK 因為我要去動染 然後結果在動染的時候 發現我的那個 軟潮庫存數很低 因為他知道我很擔心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那不如就是 他就問我準備好了 要不要就我們直接 試著自然的方式 懷孕不要去做動染這件事情 只是沒有想到 欸不是要零了嗎 就是怎麼 就是這麼快就成功 對所以那時候是因為 那這時候就是只能查播說 然後你的精子我得幫你出價 游得非常的好跟非常的快 所以就一開始月經沒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蠻興奮的想說 所以其實我還是可以懷孕嗎 但是一開始測了兩次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又心裡想說 難道是真的是停經了嗎 跟直接進入更年期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說 那就是要去看補孕這樣子 應該是說他還挺測的時候 我要先驗他就說還是要驗那個 驗尿 結果我一驗就變成兩條線 我就想說 蛤不是沒有嗎 就超問號 我一直舔是舔不孕 結果就變成懷孕這樣 沒有因為他的經濟很穩定 希望是一定是懷孕 不然的話 你這樣代表身體出了很大的問題 對所以就沒有太驚訝 或是太嚇到這樣 我本來是覺得 如果是女生可能要再生一個陪孕 但男生好像就沒關係 所以目前就暫定就先一台這樣 對 可是也不排斥帶水 那如果第二胎 如果是雙胞胎 很棒啊 我最想喝雙胞胎了 那就是三個小孩 那就算啦 就只好這樣 不管是一胎還是雙胞胎 小胸胎都要健康長大 看著小藍口的甜蜜互動 這幸福氛圍已經滿出螢幕外了 文群樂總和報導